五港四美三熱愛 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口號 五港即是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 四美是指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至於三熱愛 就是指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 改革開放後 國家在經濟和民生方面推出多行措施 深化四個現代化 先令一部分人富起來 然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但隨著經濟縫闊 因為資本化而來的幣端亦逐步浮現 鄧小平曾提到 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 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 比如說一起向錢看 當時國家剛走出十年浩劫 黨內仍然存在封建思想 加上經濟開放帶來的社會問題 衰弱改革開放成果 鄧小平此時提出促清紀律 有他的歷史意義 為改善上述問題 1983年的第十二屆二中全會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及紀律 整頓社會風氣 五港四美 緣起自無石一間中學的活動 目的是改善校園內不文明的習慣 後來經過報章報道 擴大為全國性的教育宣傳推廣 提出理想紀律 是要從政策上整頓社會風氣 推廣五港四美三熱愛 就是在精神層面 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幾張海報 捕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光影 也反映了中國領導人 在推動改革方面的細緻思考